当之卢主与工作人员虔诚地将妈祖送进联教 随即在先锋爆马仔的带领下 绕进队伍浩浩荡荡的出发 这是内湖传统宗教盛事 周伪装妈祖寻装绕进祈福活动 因为疫情停办六年后 今年不但恢复举办 更升级为文化祭活动 主办单位还准备了请汪炳赠送给台美国小900位小朋友 希望透过与地方学校的合作 让蕴含鲜明精神的传统民俗文化 能代代传承下去 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已经有六年没有绕境 对 那我们周美礼和行善礼 在以前是一个村庄 叫旧阿妹 那后来因为人口增加了 所以呢就把一部分的邻居呢 化为行善礼 那我们周美礼目前还是 我们这个新民路人口最多的一个礼 将近有一万多人 有四千多户 那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呢 除了工厂之外呢 我们最早最早就是耕作 所以呢 我们这边的当地的民众信仰 妈祖是非常的诚心 对我们来说 妈祖就是我们最虔诚信仰的 所以我们家家户户在这一天 一定要准备丰盛的准备香案 鲜花水果来敬拜 祈求我们这个村庄呢平安 那因为以前的气候非常的不稳定 那这个原先我们这个周伟庄 都是以农作 最早呢是种地瓜 种地瓜苗 还有种竹子 那基隆河 基隆河就是我们北拉吧 北拉 以前就是雷雅族 是非常 为什么今天准备减公厅 减公厅就是我们是给 请这个妈祖加持之后呢 我们送给我们台美国小 所有的孩子九百个孩子 然后呢请校长一起 还有主任们大家一起来祈求 我们所有的孩子平安快乐长大 所以给每个孩子都准备一个咸光饼 同时呢我们也今年呢 把我们这个这么棒的一个 这个宗教的传承 应该是说我们一个历史的习俗 我们今年开始把它定为 妈祖的文化祭 包括台北市松山 持有宫等知名宫庙与镇头 都前来共襄盛举 持有宫董事长陈玉峰 特别分享周伟庄妈祖的典故 妈祖的信用文化里面 在我们上山主要13产典里面 酒杯征是很重要的一产 因为每一场 如果妈祖庄的顿头到这里 酒杯征可以说 整产典都在地环境 可以说比其他的政策更严重 所以在这里感谢我们这酒杯征 这所有信仰 对妈祖的信用的支持 我们妈祖庄也很支持 酒杯征有一个妈祖之下 因为以前我们 每年妈祖新的酒杯征都要去妈祖 他们请妈祖 因为那时候 这个过来的原因 因为够好 刚才放开去 或者落水 我都买来 所以他们请这次妈祖 来接近这边酒杯征 所以 可以说 13产典里面 有妈祖的集中 就是跟我们酒杯征 立法人李彦秀 市议员李建昌 陈又成 及王校伟等人 也都亲自出席参加烙丁活动 李彦秀 就期盼国人效法妈祖慈爱的力量 让整个社会更和谐 地方也能平安圆满 今年我一定都会参加 今天是妈祖的绕青 那大家都知道 五月份也是 活诞节也是孝庆月 那妈祖是保佑地方 也借由我们文化节的活动 绕境 保佑地方 大家都是平平安安 那孝庆月的推广 其实也希望国人 在这个 伟大的母亲节 孝庆月当中 我们发挥这个 妈祖过去推动的 很多慈爱的力量 那母亲也真的是非常伟大 借文化节的活动 我们公庙在 特别是持有公 董事长来帮我们加持 让我们地方更平安 更顺利 更圆满 在内湖分局远景 及易销协助指挥下 周伟庄 妈祖 巡装 绕境活动 顺利圆满 身兼 新安公主委的 周美里里长 邱莉玲希望 在妈祖 加持护佑下 地方能更繁荣发展 居民都能快乐健康 记者张琴辰 台北报道